美国最高法院最近审理两宗案件 裁决结果可能对大学在招收过程中 要在几大程度上考虑申请人种族的因素 带来深远影响 其中一宗案件涉及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这两间大学在招生时 确保黑人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受到公平对待 但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权衡的是 这些政策是否具有歧视性 是否违反了民权法 而最终的裁决可能从根本上影响全美几百家大学的招生计划 据英国广报公司报道 原告是一个名叫大学生公平录取的团体 他们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申请人 以提高其他群体的代表性 美国政府自1960年代推行所谓积极平权措施 即防止对夫妻、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等小数或弱势群体的歧视 然而近年来 外界对积极平权措施的质疑声不断高涨 而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法官 亦对这些政策持怀疑态度 首席大法官罗伯持质疑哈佛大学 对经济背景相似的客人和白人申请人 后者会否因为他的种族而得到好处 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 预计将在2023年7月任期结束前作出裁决 目前在美国包括加州、佛罗里达等九个州份 禁止公立学校将种族作为收生的考虑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